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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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毕竟两个孩子 有点瞎不去手啊 扔下悬崖就行 是生是死各安天命 眼不见心不烦 好主意 好主意 你们干什么 还不动手 放下 肥 你是 阿爹吗 公子 他们难道就是 邵小姐与邵公子 殿主 邵公子似乎有问题 丙青 你来看看 屁小丁丁 殿主 邵公子 他天字其高 但筋骨不全 似乎被人 抽去了天脉魂骨 你把事情调查清楚 我要知道是谁 敢对我的子女出效 是 这 还是第一次 可见到公子如此生气的样子 公子 两个孩子 除了邵公子 却是天脉魂骨外 身体倒是无大碍 静养即可 业主 查清楚了 这两个孩子 名叫羽之 雪叶 对孩子图谋不轨的人 由青云山四少爷张瑞指使 意图用两个孩子来胁迫他们的母亲 心目中原圣女施燕寒 做她的妾室 而且今天 就是张瑞扬言要娶她之日 迎亲的队伍也已经出发了 隋风 帮我照顾孩子 我出去一趟 殿主 这件事我自己去做 你们也准备一下 执行下一步计划 天天 那 一定要救救娘 娘根本不想跟那个大坏蛋在一起 嗯 好好休息 等你醒来 我们一家就团结了 这女人 本少爷都亲自来了 居然连个门都不愿开 张瑞 消消气 我再去劝劝 快去 师妹 王师兄 小植和小燕呢 唉 师妹啊 秦云山人形势很辣 如今西木宗就全然不管你 你若是不答应 只怕 变韩 放弃他们逃吧 我现在已经达到灵绝境界了 到时 我带你投靠别的宗门 和我重新开始生活 王师兄 请你自住 这俩孩子是我怀胎四年 又七个月生的 他们是我的心头肉 安危高过一切 怀了四年多才出生 这哪儿是正常人 他们必定是妖孽呀 燕寒 你不要越陷越深 够了 帮我回复那张瑞吧 只要我孩儿无恙 我跟他走 看着机会就挟持张瑞 逼他交出小智小燕 哪怕同归于尽 也一定要确保小智和小燕的安全 臭女人 费我这番功夫 要不是看他姿色过人 又曾当过心目中的圣女 我早就用墙了 还是少爷有手段 把这小娘们训得服服帖帖 乖乖的就跟来了 不过少爷 这娘们有客气 以后怕是不服管教啊 他敢不服管教 咱们就用那两小鬼吊着他 他要是不从 就各切俩小鬼一根指头 他乖乖的 我或许会给他一个名分 不然再等个四五年 我完腻了就把他献上去 再不计就送到十万荒山卫妖兽 不愧是少爷啊 安排得明明白白 什么人 别大爷我滚开 没看到 这是青云山四少爷的队伍吧 听不见是吗 我的手啊 找的就是你们 青云 你回来干什么 别忘了当年是我赶走的你 孩子们都没事 现在就在镇上的客栈天字房中 你呢 我还要处理点事 你自己小心 你自己小心 我问你 力雪夜的天外红衣 是谁抽走了 你什么东西 敢袭击我青云山的车架 找死 混蛋 我一定要你死 我一定 住手 我说 我说 天埋浑谷 你说的力雪夜 是石炎寒的儿子吧 如果我没记错 她的天外魂谷 可能是被我七弟 张同所抽离 三年前 我七弟修为突然暴增 应该就是她了 我七弟 因为天赋出众 已经被九云上宗 受为入室弟子 你最好还是想清楚 我青云山本就是的 再加上和九云上宗的 这层关系 你若是现在离雪上 有保命的可能 走此 你看看这是哪里 这里是 青云山 四少爷呢 我们手上这批 半妖奴的训练 还没完成 三少爷 四少爷他 出去接亲了 也不务正义 去找 三哥 老四 八郡何在 殿主 八郡缺其次 殿主 青云山门人弟子 一千五百七十九人 其余杂役三百二十三人 另有败妖奴三百七十二名 这青云山上上下下 除了一些虎夫外 没一个好人 手上可都沾了不少血 赶紧吧 好困啊 三弟是你上的 不错 二人大人 来问青云山做事 康平青云山 快 狗狗外有毒 掉出门 鱼狄 何人 再攻过青云山 二长老 走 起旋入体 一动之境 小小年纪 竟然已经达到君王界 实在了不起 你们全部退下 对付他 得由老夫出手 全部退下 想不到能见到二长老出手 二长老到年间便已是君王界 若非未处理山门事务而接 恐怕已经是圣皇境了 小年郎 入过青云山 你刚入君王境了 修行无义 若战 以我离圣皇境一限制格的实力 你必定与命于此 错了 错了 大帝君王境 竟然是一尊大帝 大帝 大帝君 逃 逃之老祖 你到护山神器 护山神器 护山神器 不知道能不能挡住一击 竟然是大帝公山 我们怎么惹到的一尊大帝呀 联系上九云上宗了吗 老祖 喜动青云山神器吧 大帝之威 挡不住啊 神器牵扯我青云山命脉 怎可轻易动用 大帝公山 他们此刻还在缓缓推进 再等一刻 只怕我青云山不复存在 对呀 别吵了 老祖 神器威力巨大 即便能击退敌人 我青云山也会元气大伤 但此刻也无他法 把所有半妖奴往前推出去 青云人统统后撤 不要被神器余波伤到 行神器 是 快点 别摩擦 小狗 不准吹缩 给我冲 我让你们后退 爹 娘 别再后退 我剐了谁 小山去吧 爹 娘 别再后退 我剐了谁 小山去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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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快走 快走 混蛋 你们这些没骨的砸嘴 你他妈的想干什么 砸住 我要给我爹娘复仇 啊 没必要让仇恨延续下去 小狗 啊 娘 你们没事 太好了 你 你要 所有的仇恨 火来杯就洗 啊 啊 啊 赶紧小山 晚了会死 谢谢 谢谢 啊 啊 我青云山面临灭宗大难 毒上我青云山天年今夜 请神器现世 有我青云神器在手 哪怕你是大帝又如何 啊 啊 啊 嗯 嗯 龙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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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便是大帝之威马 我青云山 看来挡不住一击啊 方将军不好啦 青云山被人攻破 什么 谁敢在我东碎国内攻打青云山 快 为我准备一心幻影 是 好啊 好啊 正拿着青云山没办法呢 不过 这事是天离殿主干的吗 但离计划的时间提早了不少啊 如果真是他 我得抓紧赶过去了 这尊大神做事做绝 我拦着点 怕是整座山都会被推平了 啊 真本以为平地了呀 终于来了吗 去了平少宗 是谁 是谁毁了我青云山 童儿 文丁西神 我要乱了方村 方将军 别来无恙 想不到你也在此 啊 于道友 我也刚到 你就是张佟 干嘛 那就是你毁了我青云山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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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将我托儿放下 黑少云之士 切无冲动啊 和平和气啊 先静观其变一阵 况且你可知他是何人哪 滚开 千王老子也不能当着我的面掐着我的托儿 哼 他是天梨殿主 走 走 黑雪叶的天脉魂骨可是被你夺走 立雪叶 哦 哦 那个小鬼啊 嘿嘿嘿 那种狭奸祸色 凭什么拥有如此顶级天脉魂骨 凭什么天赋比我好 好在心末宗的那帮废物不识祸 我把他挖过来 至少不会让那天赋白白埋磨子山间破屋 现在换我问你 我青云山可是你灭的 我大哥他们 什么 竟然当着师父的面 把徒弟的天脉魂骨给挖了出来 这根本不是我儿的天脉魂骨 你说什么 不可能 挖去小鬼天脉魂骨的行动 是我一手策划的 看 你也不过是被耍的一人吧 我管你什么天理殿主 我今天便叫你埋于此地 九云仙法 万天诛邪 这一剑 却怕已经超越君王境的实力了吧 师兄 不愧是天理殿主 是老朽学艺不经 但今日害我弟子之仇 我记下了 我整个九云上宗记下了 你们天理殿就等着承受我九云上宗的怒火吧 且慢 你们天理殿就等着承受我九云上宗的怒火吧 且慢 冤家一解不一解 大家都是神州子宁 如今我东随内忧外患 我们更应该尽快解除误会啊 有什么误会 真当我九云上宗会怕的天理殿吗 那自然是不怕的 天老 方舟烈 方舟烈 你做什么 不破玉顶弓 方舟烈 要不是我下手快 他们可就把九云上宗大队人马叫来了 这两人的命要算在你头上啊 跟我东罪国没有任何关系 你个老灯 没看到我们是故意放他走的吗 你现在气息不如当初一半 而且还不是仙人之态 看样子 你破镜失败了 这个消息一旦外传 石殿妖徒 白鬼众 天池圣地 雨灵神朝 你们得对的势力 都会来针对天理殿 针对你 你现在 还有实力对付他们吗 做好准备吧 这次我帮你一把 尽量拖延消息外传的速度 记住 你可欠我一个天大的人情哦 呀的 我看你不爽已经很久了 还敢威胁店主 我天离殿不惧任何事 他们来与过来 能否存在下去 不过是时间问题 哟 真狂啊 不愧是你 小伙子 对我说话 注意点 嘿 这老小子 当心生儿子没拼 不要这么粗俗 不要这么粗俗 店主 接下来你有何打算 娘 我好像见到爹爹了 你们弄错了 并没有这么一个人 但是娘 爹爹就在前面呀 他不是 可是娘 回家 小枝和小叶 不是你的孩子 他们才五岁 而你我分别十年 不可能是你的孩子 谢谢你救了他们 但还是不要把时间 用在我们身上 你时间有限 该去做更重要的事 还是那句话 你从不亏欠我什么 很重要 娘 娘 对不起 因为娘亲 你们从小到大 就一直吃苦 这次还让你们 遇到这样的危险 娘 他真的不是爹爹吗 娘 我会努力变强 我会保护你和姐姐 不论是哪个坏人 都不能欺负我们 娘 我要参加今年的 心目中弟子选拔 哪怕再困难 我都要进入心目中 我要变强 店主 三百七十二名半妖奴 大部分都愿加入我天离殿 也都搜魂完毕 没有问题 好 店主 就如施小姐所说 两个孩子只有五岁 他们真的是你的 我虽破镜失败 但我在破镜之时 天人可以 我能赶紧到 他们确确实实 是我的血脉 店主 收到消息 白鬼众判处两人 已前往此地 其余各个势力 暂时未有动向 还有 就是苍拥城戒胜那边 苍拥城之事 交给巫层殿客 嗯 明白 那我走了 巫层这家伙 自从炼成殿主的八股神功后 整个人都变了 谁都不放在眼里 连和殿主说话都这个德行 人生八苦 其中酸楚 又岂是旁人可道 店主也从不会在意这些 李青 血液的天外魂骨 目前仍未有效了 你顺着九云上宗这条线 继续查下去 恐怕之后 会牵扯出更多的势力 甚至那些藏了许久的老家伙 切记 小心硬 是 店主 今后 人前只叫我公子 我要在心目中待一段时间 此地也正好 有能帮助我尽快恢复受损经脉的物品 用不了多久 我便要重新突破先日之境 你们先去忙吧 是 是 还有时间 是他 小爷 快看 是爹爹 娘说 他不是 他不是 速静 我心目中 非心智坚定者 不可入 非心城实异者 不可入 非心怀志向者 不可入 而等若要入我心目中 必须通过所有考验 背着正风石头 五十三刻前 到达山妖演舞场 未到者视为淘汰 开始 小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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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重了 看来我没法陪你参加失恋了 姐姐 你回去吧 等我进入心目中后 我会来找你和娘的 小爷 小爷 姐姐 你回去吧 等我进入心目中后 我会来找你和娘的 小爷 一眼望去 一眼望去 都是些凡夫俗子 这次来失恋的甚至还有小孩子 马云师兄 你觉不觉得 那人十分眼熟啊 惹的不就是十年前那个马头 力天元嘛 想不到他居然会来参加失恋 你向上禀报一声吧 他当年离开我宗时 似乎还惹了一些事 明白 小枝 你是和爹爹一起的叔叔 我带你上去看看公子与小爷他们的试炼吧 好啊好啊 堆着这么一大筐石头上山 到了地方人也就废了 何况后面还有其他试炼 老太 别别别 我不偷见耍华了 我老老实实进行试炼 老太 金木宗试炼 不得投机取巧 一切同心 回归者 直接滚下山去吧 好啊 还是不行吗 要放弃 小爷 公子干嘛不帮帮他 还是个这么小的孩子 甚至筋骨都还是缺尸的孩子 此时不帮才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要放弃吗 要放弃吗 又不放弃 哪怕爬 哪怕被这块石头压死 我也要爬到酒 合格 怎么是个小孩子 看他失败吧 他这个样子不可能继续下一关的 他能 你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个 这人怎么回事 他只是看了我一眼 我的心口就好像要炸开了 黄别是 我可以继续下一关的 赶紧去那边吧 恭喜通过入宗测试第一关 第一关考验了你们的体魄 而这第二关 将考验你们的心智 如此乱心动 两日内能走出者 进入最后一关 开始 你等等 他们和我说的时候 我还不信 想不到 还真是你这个马童啊 王师兄 你这个小畜生 怎么还活着 你们两个 难道是你 难怪你走后 石炎寒就有孕了 你就是那个不知廉耻 勾引少女的野男人 随风叔叔 就是那个人 把我和小叶关在朱眷 还逼迫娘亲 小叶和爹爹 会不会有危险 得救救他们 你先去射 这里我来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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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边 有飞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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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人都不见了 先抓紧过试炼 好啊 就让那小畜生参加试炼 就算他进了西木宗 也会和你当年一样 永远只会是个低三下四的杂役 我到时一定会好好关照他的 确保他一定能自成副业 继续捷马粪 哈哈哈 确认一下 我女儿儿子是不是你抓的 嗯 当然是我啦 那两个小畜生看着就暗眼 我不仅抓人了 我还特地安排他们到了猪镇 为他们吃了猪食 提活了一把真正畜生的感觉 啊 我我我我 我王之兄 老死 玄音宗与我心目宗约定的大笔之期将近 若输了 今年还要交出将近一半的宗门资源 偏偏这个时候 境内又突然有魔物横向 哎 我心目宗积若已久 此刻内忧外患 若被十年前镇宗之宝太野坟心术失踪 我能习得完整 也不至于 哎呀 这场比试本就是强买强卖 好在此战明面上 还是只允许年轻一辈比斗 至少能避免玄音宗那几个老家伙出手 不如我们去请青云山 请求他们的帮助 霍合镇住玄音宗 玄音宗是虎 青云山又何尝不是狼呢 但我年轻一辈 又有谁能出战呢 新任圣女洗礼并未完成 哪怕强行出关 实力也就灵绝境 恐怕 哼 要不是你女儿施燕寒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 被剥夺了圣女之位 我们又何必再重新培养一位圣女 导致如今的局面 她就是最大的罪人 导致如今的局面 她就是最大的罪人 她已被剥夺修为 孤老于云起风 你还谈她套身 当务之急 还是想想如何应对玄音宗 宗主 首席弟子王衡即将突破临绝境 我们可将修炼资源全部投入给她 未必不能为我心目宗胜过玄音宗 甲大圣女与王衡的修炼资源投入 同时联系下青云山吧 是 宗主 狮炼场出乱子了 王衡被杀了 何人如此大胆 竟敢在我心目中行凶 王衡我记得是王衡的弟弟 他似乎已经是林绝境的修为 敢在宗门内动手 动手之人修为只怕不低 听王衡师兄遇害前讲 那人好像是十年前从我宗出走的一个马头 好 管他是谁敢在我宗行凶 等等 我们一起过去一趟 带路 是 你 你可知道王师兄是首席弟子王衡的弟弟 你 你居然杀了他 是谁 竟敢害我弟弟 竟敢害我弟弟 就是你呢 就是你呢 回起来 你居然杀命 住手 发箭公主 我 果然是他 当年和太上长老做而论道的那个年轻人 宗主 就是这人杀害我弟弟 王潘修为我记得不低 他却能一起将其粉碎 实力至少在灵绝境 不 或许已经达到定侯界 他当初一个没有修为的马头 短短十年内修为能大整至此 太野坟心术大概率就是被他带走的 但他如今回来又是干什么 难不成是主动把太野坟心术送回来 宗主 就 就是他杀了王师兄 而且 王师兄 生前有说 上任圣女就是 就是和他 是你 就是你害的燕海 前途竟毁 师妹住手 冲着您对燕寒还有一丝关心 尊得起一声 月 小有多年不见 修为竟已达如此地步 隔膝可赫 只是不知 为何来我心目中 并杀害我心目中弟子 他逼迫我妻子去做沁云山张瑞的妾室 更想借此杀害我两个孩子 不杀他 留着过年吗 他逼迫我妻子去做沁云山张瑞的妾室 他逼迫我妻子去做沁云山张瑞的妾室 我来这 只办两件事 杀该杀的人 帮该帮的人 不用和我都圈子 你有什么想问的 直接问问 小有 有关王潘一事 我自会查明 而你 本就算是我心目中门人 我以宗主令特许 准你入我心目中 什么 马元 带新弟子去休息 是 请吧 你堂堂心目中宗主 居然还学了别人的功法 真是奇怪 宗主 那家伙可是伤害了我弟弟 你怎么能这么放过他 还让他加入了心目中 是啊 宗主 果断点 我宗遗失的太野文心术就在他身上 但此次性子刚毅 墙壁只会适得其反 所以 我们要攻其软肋 到时严寒来大唐一事 叔父 想办法在宗主之前拿到太野文心术 你就是心目中最大的功臣 清的为居敬丸 掏出画器 可将人修为封主 红的力宝丸 不用能暴涨两倍修为 以备不时之虚 同时 你弟弟做过的事 你未必不能再做一遍 明白 你就住在这里吧 之后就看宗主怎么安排你 换一间吧 为什么 这里已经是高级弟子才有资格住的单间了 我不想修门 神已经到 王衡师兄 哼 李天元 本来你杀害我弟弟 我必教你碎尸万段 但看在宗主的面子上 你若肯交出太野焚心术 我还可以饶你一命 哼 你弟弟的命在你这也不过如此 你现在交出来 我顶多费你修为 别捕这好歹 你要知道 你那聘头诗言寒 现在已经被宗主叫过去了 他以前毕竟是圣女 老子是师不凡 还有个做长老的娘 宗门仅仅是封了他的修为 把他关在云起风上 但现在他牵扯到了本宗秘书 有些折磨人的手段当初不用 不代表如今依旧不用 你现在老实交出来 我可以替你向宗门游说 他不用受什么苦 不然万箭穿心之苦 他可有得受 我记得你们还有孩子吧 小东西恐怕也会 董元宗 给我来硬他 什么 取经完工是制作 并和封印修为 我此刻吞下 这项修为被封死了 那我就看看 他们会如何做 做不了 来不及吃力报完 本来还想等他出关再说的 哼 想不到他悟性这么长 这么久了还没出关 算了 不懂了 看来再行不足 保不起得继续动用努力 诗炎寒 拜见宗主 拜见各位长老 诗炎寒 你当年偷到宗门顶级丹药 其后又朱胎暗结 有损圣女威严 更是损了我新牧宗的颜免 死等种种种 你可知罪 知 炎寒啊 这十年来你生活在云启丰 还要独自照顾孩子 我知道你吃了不少的苦 炎寒自知有罪 此惩罚本就该受 这几年间 望云国 前元宗 少宗主 以及 苍庸城剑圣之子 君有书信送来 都是为你求情的 如今有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李天元回来之时我想你已经知道 你只需要劝动他 将我新牧宗拿走的东西交出来 我便能准许你回租 甚至还能想办法恢复你的修为 徐晗 你也看到了 现在还是有不少青年才俊 倾心于你 不如抓紧把太野焚星术 从李天元身上套出来 我们重新给你安排婚室 之后也能过得舒坦一些 还能为我宗换取一些资源来 将功不过 你现在也就这点价值了 叶长老 请你说话注意分寸 莫要将我新牧宗置于萧小之流 装什么装 一听对方叫自己岳母 下手立马就清了 你 别吵了 严寒啊 只要能将太野焚星术取回 李天元未必不能继续留在新牧宗 否则我们就会采取雷霆手段 光是玷污圣女的这一罪状 就够她抽筋扒皮十回 而你也会受到万箭穿心之行 宗主 我与丽天元已无任何关系 我当年所犯之事也皆心甘情愿 与她无关 我自知不配成为圣女 得宗主恩赐 今生便钟老于云启风 万箭穿心之行 我在云启风领寿 许燕 你真要为了一个马童 放进你的一切吧 严寒 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母亲 且受你而不孝 随风叔叔 他们为什么都要针对娘亲 随风叔叔 我想陪在娘身边 好 我送你下去 云丸不灵 拿下 怎么是你 叔父 我被丽天元偷袭 吞下了狙净丸 现在秀为被封了 挺热闹 你怎么在这儿 我和孩子与你没有关 嗯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从心而为 并没有被任何事物过些 够了 这里不是你们打情骂超的地方 有你说话的愤怒 只有我知道为防止那刀 仙木宗大厅是设有隐形禁制的 而他仍能一挥手 就将首席帝子西飞 而且看他样子 还没出群力 只用了三场 不过来 只用了二场 判断错了 这家伙已经突破定后将 到了军阳进步场 李天元 你既已是我新木宗弟子 怎可擅闯一事大厅 我们对施燕寒 不过是走正常的审讯过程而已 而且 我们也给了他将功补过的法子 逼迫也是正常吗 我 我对他从刚才就一直在偷听 不可能有人偷听 我发觉不了啊 宗主 对这小子这么客气干什么 直接都绑了 我就不信他骨头硬 能用过万剑春心之苦 闭嘴 不要给我添乱 不过 当年燕寒拿走的那枚丹药 确实是我吃的 如今我便还你们一颗 还 真是好大的口气 那丹药是我们新木宗最顶级的百炼丹 上千种灵药白炼而成 十年未必能出一枚 你还得起吗 冲冲 你再忍不住了 我现在就为新木宗拿下辞子 这 这橙色 仙气浓度 这莫非是没二转仙丹 不痛 小石 你怎么在这儿 随风叔叔送我过来的 丹药百炼提纯已是千难万难 想要丹药更强 还得不断搭配天家灵药 一旦出错前功尽弃 以此往复千炼以上 方为一转仙丹 修炼者服用可以直接突破一个大境界 这几人是没二转仙丹 比一转仙丹更贵珍贵百倍 我练的这么多年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仙丹你怎么来的 我自己练的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才多大 哪怕被誉为绝世天才的丹佬 也是在七十岁时 才成功练出了第一枚二转仙丹 不所以信 这神域 这散发的仙气 绝对不会错 这就是二转仙丹 这丹药就当还你 然后 我以此为辟 我要明媒正确 施燕寒 你不会错的 这就是顾书上计赛的五转仙丹 等着干嘛 同意啊 用了这五转仙丹 没转还能治好师不凡 治好不凡 狗屁 什么五转仙丹 马成岩 你怕不是练丹练傻了吧 竟说些胡言乱语的鬼话 你见过真的五转仙丹 我也只是从书上看的 真的五转丹 怎么可能见过 哼 一定是他用了什么幻术 他一个当初的小小马童 会拥有如此心事的仙丹 一定是假的 至于那枚二转仙丹 绝对是他利用不正当手段坑蒙拐骗 偷来 或者抢来的 宗主啊 你为何要对这家伙处处相让 不怕失了宗主风度吗 叶长老 你们唧唧歪歪个什么劲 我这枚五转丹 又不是给你们的 我从不见新木宗什么 反而新木宗 还欠我一个大人钱 欠你人钱啊 狂妄至极 真是狂妄至极 你终究从我一个马头们出身 他宁愿出急转仙丹 我新木宗轮到欠你这种货色的人气 我现在就轻杀你 新木宗门人 全部出来结架 谁 什么情况 我就看到这把铁剑 突然从天上扔了下来 你是何人 给我下来 新木宗不是你能撒野的地方 放肆 掌嘴 摸过来 住手 你们是玄音宗的 正是 你如此年轻 身边还有两位铜锤士组 不知是天河阴沙中的哪一位 到底还是新木宗宗主 有点眼力惊 我正是婴沙公子 天河婴沙 玄音宗百年难遇的两位天才 都已经是定侯境 且两人皆有大帝之词 如今这其中之一的婴沙公子 来我新木宗做什么 比试的时间不是还没到吗 比试时间确实未到 至于本公子今日前来便是奉命 布此阵 不进阵 你们玄音宗想做什么 这不比试临近 我家师长怕你们新木宗 拿不出什么有水瓶的地子 举足无措间 举足逃跑啊 所以贴心的让我来布下此阵 无非就是对你们的勉励 殊不可怕 怂啊 那就有点丢脸了 新木宗不可辱 哦 那我就辱给你看 放肆 我从没见过如此嚣张之人 放开我宗弟子 否则 今天你就见到了 我为什么能嚣张 这么长时间也不见你们对我动手 还不是顾忌我玄音宗的实力 这是的 强者为尊 你们可曾敢正式面对我玄音宗 感动我 这样 我给你们一个操练的机会吧 你们随便派弟子出来 只要能打败我这两侍从 我就做主 把这锁魔剑阵给撤了 我来 来斩他们 是可杀不可辱 干他 可恶 要不是被力天人尽过了部分修为 你一定上去因杀公子战胜一场 对 马赵王 把那边二转仙丹给我吧 给你 这可是宗门至宝啊 面对鹰沙公子如此羞辱 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现在只有我最时刻出手 将鹰沙公子打败 替我星目宗挽回颜面 而且不是还有一枚五转仙丹在吗 我宗门依旧有质保在 能否为我们星目宗挽回颜面 好 这 他已经动容了 现在极大的可能 能从他手中拿到二转仙丹 以后有机会再试试那枚五转仙丹 只要顺利到手 我在星目宗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 甚至傲视整个神州 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将你们培养的那个什么圣女出来呗 或许还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欣人太善 我来会会你们 下长老准备上场呀 那我师尊他们 是不是也可以参加之后的比试呢 他说的没错 这是弟子间的比试 我们和玄音宗的这些长老都不能参与 一群强盗 一群披着粉饰外衣的强盗 若是当初有不凡带领星目宗 会是如今的局面吗 看消 滚 怎么一个个的荡草这么低 我倒要看看 你们星目宗的这些货色是何根骨 神童之眼 神童之眼 这阴沙公子竟然如此天赋 连这种看破人根骨神童的顶级童术 都成功修炼 难怪为臣拥有大地之辞者 我们星目宗真的远远不如啊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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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赋 天赋 出寻 天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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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灵之急 好啊 由此小娃娃做定 我玄音宗必定能出一位大帝 修为北风 你莫非就是新木宗上代圣女 诗嫣寒 果然自色不凡 那就把你们一同带回去 以后就在我玄音宗好好生活 满足我那些师兄弟的血 杀戒 强烈的气息 不可能是新木宗这帮废物能发出来的 是谁 哪位丹又是 玄音宗的家伙 等我服下这位二转仙丹 定要你见识见识首席弟子王衡的厉害 拿给我 笨蛋 纯彩 天要是二转仙丹 那就别废话赶紧服用 这下好了 被抢了 我的质宝啊 可恶 总是那个马同的错 被我修为北风 手脚慢了 我根本不会败 可不会被鹰沙公子抢走二转仙丹 不错不错 真不错 一杯二转仙丹 一个仙灵之体 周宗主啊 这两件东西 被我玄音宗 替贵宗保存 待大笔结束后 再定去向 你没意见吧 那股杀气来源也不是这个王衡 难道 是我改引出的 算了 这仙目宗哪会有什么高手 把仙灵之体 跟圣女一起带走 别敢 又是你无杀气 杀气的来源 仙恒倒影 你也上 严寒小心 快住手 那我这次心腹的杀业 难道是这个毫无根故的人发出的 漂亮小丑 看来还是高估你了 可知我这两铜锤侍从 手中铜锤精特殊炼制 专刻炼体功法 不躲不闪应节 朝死我 哦 是吗 这材料倒是不错 我收下了 结证红杀 一场 三大魔教 为灵火狼 生命之苦 精致凋疲 来人是杀银 照顶 耳门无造 来人是谁 成 同心咒 宗宗 这是什么手段 我从没见过 此乃玄音宗特有的禁咒 装咒 若无感丧尸 神识会慢慢剥离 最后只剩下一句行尸阻咒 常人根本无法发动此咒 只有玄音宗用特殊秘法炼制出的 十二位没有无感的铜锤侍族 才能使用 换作其他人 光是念此咒 便会丧尸心智 娘 一定不会有事吧 我没事 不可能 继续实施中了同心症 这大地 也不可能一点影响都不受 就这种程度 远不及我所受的万分之一 难道 你身上还有更强的诅咒在身吗 才智不错 可惜质地过于松散 我的两人同吹侍从啊 这可是师尊送我的 能代表我的身份和地位啊 这是破了本命法器造成的咒与反噬 竟然能无视同心咒 并徒手捏遍玄音宗特殊炼制的铜锤 这历天云若非是达到了真王剑 就是修炼了特殊的炼体弓法 我居然一再低估它了 十年时间修为能到此地步 天才 绝对的天才 我要你死 我要你死 我要你死过葬身之地 这样差不多 你真的祈祷我了 我剑阵 这是被杀你 不好 你杀公子的锁魔剑阵 锁定了李天元 只要被锁魔剑阵认定为敌人 除非正毁 他就会一颗不停的攻击 直到你身死到消 你不是很行吗 我倒要看看 你怎么受得住接下来的攻击 幽灵神祭 用这代的兵器 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经过 那对雄音宗还有高手 不可能吧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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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这个阵法 想要破除 十分简单 没了这柄阵中剑 阵法就破了 你不会是想破坏这阵中剑吧 我承认你有实力 此剑阴凡阵法核心 你搞笑也要讲基本 真的教得好 天天好厉害 哈哈哈 想不到 你们这么着急死 这是你逼我使用我真正的底牌皮罗兽的 这只魔兽 连我都不能完全控制 它发起风来毕竟打开杀戒 今天 我便逼人灭一宗 这是你逼我使用我真正的底牌皮罗兽的 这只魔兽 连我都不能完全控制 它发起风来毕竟打开杀戒 今天 我便逼人灭一宗 西木松男为奴 女为长 没有资格向我求饶 统统下地狱去吧 风策 快 趁着锁魔精神一破 这门内一直跑 哈哈哈 看上痛苦 坏恨吧 这回谁都保不住你们 这个西木松 我随你陪葬 咪咪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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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我西木松完了 要不是这个利天元 西木松 怎会遭此难啊 别抱怨了 赶紧带弟子们撤离 能走多少是多少 哈哈哈 咪咪 给我打开杀戒吧 咪咪 你还在干什么 杀呀 嘿嘿嘿嘿 我不打扰 我走了 丢了丢了 这难道不是匹洛兽 这是一只普通的猫兽吗 啊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秘密会 你想做什么 我可是小阴宗的弟子 你要是敢杀我 玄阴宗不会放过你 不会放过西木松的 放心 我暂时不会杀你 记得把你们玄阴宗所有人都带过来 最好是玄阴宗不动 好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一定叫西木松全体给你培葬 你不要弄错了 我不杀你 是让你回去叫更多的人 方便我将你们玄阴宗 连根拔掉 约瑰阴宗 那天恒殷杀 你这是在资敌 你还傻傻的 让他们全殷宗全宗出道 二短仙丹我已经给你了 没保护好 关我什么事 干什么 他可是帮了我们啊 玄阴宗 你能打退殷宗公子做得很不错 今日起 我便任命你为首席弟子 宗主 我才是首席弟子 你也看到了 玄阴宗对我们新木宗的威胁 光是一个殷杀公子便能押服我整个新木宗 宗主 我希望你能马上交出太野坟新术 这已经关系到我宗的生死存亡 不得不用些手段 你也不想看到自己的女儿被抓去当顶尔吧 团火自焚 出来的真是时候 西木宗宗主亲长老 宗主要本人 团到我这里来 哈 这个声音 是太上长老 什么 太上长老还活着吗 没有作话 走 各位长老 随我去后山 不妨 一起走一趟 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都受受伤了 都来了 老夫闭关十年 终于突破至圣黄境中西 恭迎太上长老充钻 想不到太上长老居然真的没有作话 我心目总有希望了 看来阴沙公子召唤出来的皮罗兽 应该是察觉到了太上长老的存在 所以才退去的 果然是周天司想多了 这李天元没什么厉害的 说不定破质都是太上长老在出手 这十年来西目宗可有大事发生 这 说来话长啊 那就先不说了 我这有件要事需要你们办 太上长老曾俘虎自然效应 找到曾在西目宗喂养马匹的利天元 什么 太上长老 您说的利天元可是他 我真是你 太上长老 我宗他也焚心术在他手上 您看 太上长老 私自偷盗我宗秘书丹药 更是嚣张一场 杀害我宗弟子 岔然不将我西目宗放在眼中 还请您出手拿下 一定不能放过他 太上长老 他曾有过 但方才还拯救了西目宗 哪是他呀 必然 是太上长老在背后出手 你 太上长老果真可利天元有过节 咬动什么呢 利天元 你自求多福吧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师父在上 请受徒儿一拜 我不是你师父 请师父务必收我为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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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收我吧 收我当徒弟吗 什么情况 高高后 七五十十肢 去胎生招楼自知胎场 不愿意收 马车眼 打我一拳 我不会去再做梦吧 天下之道 不是做梦啊 学生自知天自愚钝 不配成为师父的门生 不过学生 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我心目中自我这代旗已然没落 为振兴我宗门 请师父选我心目中八名弟子 教导一月 五人 只交半个月 师父 当年毕竟 也是我教阎寒的丫头 怎么练花百练丹 才救你一命啊 你就不能实现我这小老头 这件小小的心愿吗 五人 只交半个月 我治好了你的暗急 修正太义坟心术 使你不至走火入魔而亡 我们的账早平了 那块玉在何处 还在境地里 三人 五天 我明天就取取 至于人选嘛 我宗天父最好的自然是圣女 她算一个 剩下两个您看的顺眼随便挑吧 探上长老 我宗丢失的太野分析书还没下落呀 刚才激动了 没听到你们在讲什么 哦 你说太野分析书啊 一直在我身上啊 当时闭关的急就把他一起带进去了 没想到会是十年之久 哈哈哈哈 啊 时间差不多了 我有点事要去处理 记得把东西拿给你 恭送先生 太傻大老 这个丽田园到底是何方神尚 为何连你都对他如此态度 甚至连连下跪啊 我今日的表现不可万传 席间之事更不可外泄 猴子 这就是圣皇阵的强者吗 恐怖如此啊 与刚才的气息直然不同啊 一定不会外泄 今天全部的所见所闻 教授三人 五天 这是我所能为宗门争取的最大机遇 太傻长老 我心目中威与 玄阴宗对我们古事丹丹 东皇陵更有魔物思念 时刻都有灭宗之位 如今您也是圣皇季中期 还请您重掌心目中打局 证我们人弟子信心 我一会儿便要动身前往境地 你们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先生大凡有什么要求都要满足他 是 我明白你们心里不服 你们可知太爷焚心术 其实从古传下来便只是一部残卷 只是残卷 历代宗族太上长老休息的也都是残卷 不过每一代都会留下些见解来完善太爷焚心术 但人无完人 在历代不断的鸡尾中太爷焚心术的缺点也被放大 到我修炼时已是击重难返 是他将其补齐 并修改完善了历代心目中先人批注中的错误 天重奇才啊 也是在那一刻起 我宗才拥有了真正的太爷焚心术 立天元 就是上天赐我心目中的天大机缘 可恶 根据我的同存侍从被杀 所谋见证被毁 就连秘密都没管住 你借我而去 死了这么多东西 我还怎么会使门交代 就这么回去 我英杀的名号一定会被剥夺 好在还生活了一名二传仙丹 带回宗门 一定能将功夫过 觉得要向心目中报仇 觉得要把那家伙 抽筋八批 小哥 手里东西不错呀 动不了 你们这是 你想干什么 白鬼众 惨鬼 白鬼众 恶死鬼 白鬼众 怎么会在这里碰到他们 这可是一帮不人不鬼 修为极高的怪物 有些他们中的恶鬼和厉鬼 其可能是大地震的爵士强者 刚别提 鬼谷还有川崇崇的鬼王作战 原来两位是白鬼众的鬼大哥 不知有何见交 我们来帮你实现愿望 对呀对呀 你不是要毁掉心目中吗 我俩来帮你呗 反正我们也正要去心目中 两位鬼大哥 你们真愿意出手 当然了 只不过我们不白出力 这枚丹药就当作是我们的报酬了 这 两位想要酬劳 我可以另外结算啊 我是水英宗的婴沙公子 我总有的是天才宝药 你不愿意 两位鬼大哥 我现在是有罪之身 我现在是有罪之身 全靠这枚丹药 才有恋回全英宗 回日升国 国破妈妈的 我的手 你这家伙 你这家伙真恶心 这一下我可没了品尝这枚仙丹的兴趣了 那就 带回去给饿回 怕拿到了 你开心 可能还会奖励我们很多好吃的 回去 心目中完蛋的消息吧 好的 喂 你快看 是他 他怎么一点事都没有啊 不是被宗主他们带走了吗 他好像已经是首席弟子了 这次见了太上长老 莫非是被认可了 他没事 娘 爹他 小植 你很喜欢他吧 但 我们不能继续和他产生关系 不然只会拖累他 他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小植知道了 对不起 燕寒 娘 外 外婆 燕寒 现在情况有变 丽田园身份不一样了 你就留在宗门内吧 不要回云几风了 回家看看吧 见见你爹和郁暖 果然 以太上长老的性格 肯定求着他教导几个学生吧 我看一眼爹 就带小植回云几风了 为什么不早说 太爷焚心术不在你手上 我说 你们信吗 那你也没必要向玄音松彻底宣战吧 敢盯上我女儿 我不该把他们连根拔起吗 不可是太上长老都想拜师的人 真狂啊 我劝你一句 有些东西不能乱碰 你什么意思 圣鱼一会就过来 剩下两名弟子 你也抓紧挑选吧 公子 出来了 马云师兄 这次通过乱心洞的人全在这儿了 恭喜诸位通过心目宗第二轮测试 今日起 你们便有资格成为我心目宗弟子 天主 这孩子还是不错啊 信念坚定 一往无前 根本没被这乱心洞缴了心神 之后你们将会被分配到杂医院 一个月后你们通过资质测验 就可以正式败入炎武堂 修功法 公子 有三只魔兽 这难道是东黄灵灵的魔兽 竟然跑到我心目宗山门内了 好重的攻击 完了 剩下你 剩下你 剩下你来了 姑姑 这畜生实力不俗 我们得合理才行 你们先挡住另外两只 我们解决这之后 马上过来 好 王衡师兄 保护他们 另一只交给你挡住 他们刚通过失恋 才不会任何攻法 真是麻烦 根本不是这魔兽的盾手啊 没必要为了这些还不算心目宗门人的家伙拼命 我去禀报宗主长老 让他们出手对付这些魔物 王衡师兄 真是个脑肿 出手吧 公子 面对这魔兽 小夜可没有手段保护自己啊 我要让他死一次 记住下面那个魔兽 危机之时运转到 他在附近 公子 你莫非是想 准备一下 用感同身兽 将我与雪月链接 公子 让我来吧 我自己来 茗玉 我们开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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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 死亡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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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夜 等到我的 别闹一起走 小夜 好 你怎么给我等着 明天我就叫我爹打死你们 吃饭了 娘 你呢 我吃过了 娘 我不是太饿 你帮我吃掉点吧 我也是 哼 不好意思啊 这个月口粮送的迟了点 不过 就是这不要脸的圣女 带着这俩小畜生 饿死了也活该 不许你这么说 娘 嗯 我吃完了是吧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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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都给我老老实实了 不得连这点吃的也不给你们 娘 你没事吧 没事 黄师兄 照你的吩咐 借机打了他们一顿 嘿嘿嘿 好了 他轮到我去献殷勤了 刚刚 是传说中的走马当吗 我一定要变强 我一定不会让别人欺负我们 我会代替我爹 你保护娘和姐姐 痛 好痛啊 我真的 又死了吗 我最后 还是没变强 我还是保护不了 娘和姐姐 娘 姐姐 救我 救救我 救救我 如果之前 扔下她 就好了 姐 啊 好强啊 被这么刺穿 还没事啊 想不到 她为了这个孩子 竟然直接冲出去 挡住魔兽的攻击 居然真的突破了死关 啊 这个年纪 突破了常人一辈子都不可能的死关 若是天脉魂魂魂齐全 将来成就不可限量啊 哈哈哈哈 公子让我们不幻见 让小燕以为自己受了攻击 再用感同身受 将死亡的感觉 移到小燕身上 但其实 刚刚死了一次的是公子 慌什么 殿主就是不死的 就是无敌的 更是从不食言的 我们还要跟着殿主 实现我们天力殿的理想 况且 我们不都是殿主教出来的吗 你还怕她失手 啊 想不到还能有一天 被你这个八剧最弱说道 不许这么叫我 我总有一天 会超越你们七个大 耶 还愿不在 刚刚发生了什么 难道东皇陵的钢筋魔兽 跑到我心目中来了 啊 雪爷没事 你呢 没事 赶紧来人抱她疗伤 你呢 你呢 娘 姐姐 姐姐 你可以从云起风上下来了 这 两孩子难道就是 小枝和小燕 小枝 这是你预暖小姨 小姨好 好可爱的小娃娃 圣女孩请注意身份 莫要随意与人攀台 古道长老 我可不记得 圣女连话都不能讲 可以说话 但不该与罪人交谈 尤其是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圣女 你要以她为贱 勉励自身 不可做出出格之事 是 你 我要是你 这俩孽种一出生就该杀了争了 活着也是浪费粮食 哼 本长老最耻辱的事 就是当年还准备为你护道 恨着你就来劫 还敢挡 姑姑 为了你自己 不要再纠缠下去了 也当救自己一命 她在场 你恐有性命之忧 叶生 谁 我斩了你 住手 你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要护着食言汗这个仙人 聂天元 住手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谈吗 宗主 聂天元 我没时间和精力与她一起谈 所以 我用最直接的方式去谈 女后 你也出现在哪里面前 聂天元 你 你咋可如此 当年你 陈出魔兽有功 这次便不与你计较 下次注意 果然是姐夫你 我知道 姐夫你已经手下留情了 不然姑姑走没命了 这事 我帮你遮过去 你就敷衍的应一声吧 我 心目中奈何不了我 除开施玉弩 另外教导的人选我 我已经选好了 他 什么东西 你想教我 你有什么资格教我 王河师兄 你似乎自作多情了 他指的 应该是马园师兄 我 他 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不如马园 不如 王河师兄 你有点小丑 最后一个就是他 那个小鬼 李天元 太上长老求我 我今日的表现 不可万传 其间之事 更不可万谢 太上长老将重任交托给你 让你选心目中弟子指导 你怎能如此儿戏 马园也就罢了 但你选一个孩童 他通过了心目中测试 不算心目中弟子吗 宗主 他通过我心目中两轮测验 虽未正式修习功法 但确实算是我心目中门人了 好了 别废话了 明天晨时 我点到的人过来此处 现在 全部滚吧 你 走 你好歹也是心目中宗主 被他这么羞辱 一点反应都没吗 先看他能交出什么样子吧 公子 这高阶魔兽给我的感觉很怪异 与其说是进化到了高阶 更像是 变异 不是 这高阶魔兽给我的感觉很怪异 与其说是进化到了高阶 更像是 变异 去东黄林看看 说不定 还能碰到老朋友 白鬼众 李星才说有两人来 这么快就到了啊 店主 看样子袭击西目中的那三只魔兽 可能和他们有关 动手吗 嗯 我先挥挥他们 嗯 你也不怕 吃出问题 我啥都能吃 倒是你 馋鬼 不要这么挑食 你看你 越来越瘦了 嗯 我只吃我馋的 只吃好吃的 看不上的东西 吃得作甚 好了 召集差不多了 先攻一轮西目中吧 这是鬼神弥法 难道是 厉鬼 厉鬼 你怎么来了 来做什么 厉鬼 我们是恶鬼派来的 跟你讲 终究不太合适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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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饿鬼 让我们来西目中拿一样东西 一块玉米 啊 对 让 让西目中的那样帮我们找 啊 啊 啊 厉鬼 你 你不能威胁我们啊 啊 啊 刚好 我们来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小哥 把他的手 和一枚二转仙丹送给了我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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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的东西后就灭了西目中 刚刚就是在做第一轮的测试 看看西目中目前的实力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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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魔兽一点 是你做的吗 不是 我们只是控制他们而已 这里所有的高级魔兽 不知为何都是变异而来 连灵智都没有 灵火 灵火 你们与内影接头后 就回去 啊 直接回去 可恶鬼那我们怎么交差 他要的东西 我们 啊 啊 就拿这个交差 啊 石头 可恶鬼要的不是块玉吗 走吧 嗯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有时候觉得 烈鬼是不是比恶鬼还要强啊 殿主 想不到西目中居然有白鬼中的内应 我已经知道事实了 殿主 你是怀疑这里的水有问题 太上神经 硬变无停 出邪玉气 气惊魂滚 公子 看来魔兽异变的人头 是这了 这水中 含有极其微弱的料理 和一丝荒域的气息 这些魔兽喝了 时间一久 便发生了变异 李清 殿主 少公子天脉魂骨一事 还在查 嗯 叫你过来 还有另一件事 此处东黄陵水源源头 在何处 东碎国陵国 日升国 日升国 近日探到极密消息 日升国也想炼制绝天神药 探索荒域 但他们炼制失败 药炉爆炸 所为素材的荒物 也因此泄露 想要处理荒物污染 就需要花费大量天才地泡 但日升国 并没有大量物给掉的情形 公子 你是怀疑 日升国偷偷将药炉的污染物 那荒物也是荒域的一部分 若不加截至 使得污染持续 污染所过之处 岂不是也会变成荒域 行行苦苦把荒域退回去 这些混蛋倒好 这是不过天下黎明的死活了吗 李清 安排人通知一下方舟烈吧 血液知识继续查下去 日升国也跟进消息 等我忙完新木松的事 或许该去看看 明白 明语 玄音宗就在日升国 这次你陪李清一起去吧 店主 想灭松吗 你终于放心 让我一个人动手了 玄音宗还有点动 先别灭 六日后 与新木松大比结束 玄音宗剩余在松门的那些人 你做下扫尾工作 扫尾 那算上玄音宗老祖 也才几个高手 没啥挑战性啊 给了你活 就好好去完成 店主 我们去了 姐姐 你和姐夫怎么了 感觉很生硬啊 她不是你姐夫 你别在我这装了 我还能不知道你 我原本打算再过一年 就带着小枝小叶 离开新木棕 找个没人的地方生活 或许命中如此 她还是出现了 她要做的是翻天覆地的大事 为天下云云众生 天际无限傲施 或皆是她敌 我和孩子的出现 将成为她的软肋 她做事就会多一分顾忌 只有和她撇清关系 对她的影响才能降到最低 我知道我阻止孩子认她 对孩子们是残忍的 可我真的不能再拖累她 姐姐 你从小就这么执拗 有时候啊 你还没有我看得开 姐姐 你可曾想过一件事 有你和孩子在她身边 对姐夫而言 比她出现弱点更重要呢 很重要 姐姐啊 何不自私一回 别老为姐夫着想 也想想你自己最想怎么做 这对赤男怨女可真麻烦 还得我出手 等等 刚刚姐姐是不是说了 是武仙 等等等等 我知道姐夫很强 等等 她的对手 会是传说的那 是武仙这一当的吗 唉 这对赤男怨女可真麻烦 还得问我出手 嗯 等等 刚刚姐姐是不是说了 是武仙 等等等等 我知道姐夫很强 但她 她的对手 会是传说的那 是武仙这一当的吗 她重有实力吗 你没事吧 没事 怎么撑我 我 叫树枝 你呢 那我就叫叶片吧 下雪了 你还剩多少时间 两年 两年 我努力冲到三年 对不起 原谅我的自死 我又要拖累你了 你我夫妻同心 何事可据 答应我 若有人以我姓名威胁你 此事绝不会发生 谁要是敢 我便是将这天地灭绝 也不会停手 既然无法避免 我就绝对不会拖累你 我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恢复修为 解开封印有两个办法 一是拿回我为圣女时 所修的根基 三这样做 会让现任圣女欲谋 修为禁尸 这是我不愿见到的 二便只有硬解 这个逆阳五行大封印 我研究这些年 已经能解八成 再有一年时间 我便能全部解开 原本打算解开修为封印后 就带着小枝小叶离开 找个无人的地方生活下去 这是我目前研究出来的解法 你比我更精通阵法封印 对不起 今后要继续给你添麻烦了 以后 不许再对我说对不起这三个字 回家 我们既是夫妇 那便是一体的 我家不就是你家吗 在西木宗 我只教你们五天 能学多少 看你们自己 施育暖天赋很好 但根基不老 加之体内庞杂之力过多 不出二十年 身体会逐渐承受不住 极可能暴体而温 圣女之力力得很快 但终究不是自己 天赋不存着 始终逃不过此命 那姐 丽先生 我该怎么办 记住这道气息流转 不停运转 并将体内繁杂的气息 逐步归来 你根基倒是稳固 但修为却是一塌糊涂 你的功法 是那个马承岩教你 的确是师父教的 照着上面的功法练吧 注意 不要急于破镜 只将境界 控制在真人境 你为什么会选我 明明其他师兄弟自治 比我好得多 至少 你面对阴沙和魔兽袭击时 没有退缩 在你正式修炼前 你先大概了解下 目前普遍的境界化分 为托凡 真人 林爵 定狗 君王 聖皇 大帝 而每个境界 又分为初界 中期 高频 巅峰 其中大地境比较特殊 其境界再分三境 依次为玄魔 万象 星河 那每个境界 有什么特点吗 暂时了解这些就行了 其余的 等你入了托法 再与你细脚 你今天 只需要做一件事 把这颗石子捡回来 哦 捡石子 这有什么难的 不想死 就继续向前 拿到那颗石子前 攻击是不会停下的 他不是开微笑的 锁魔剑阵 你怎么也会锁魔剑阵的 幻法同理 区区一个小剑阵 有什么难的 不对 你让一个孩子 闯着剑阵 你要他死 还不如直接一剑 结果他来的轻松 扎念过多 专心修炼 不要存在侥幸心 这个阵法 现在已经脱离我的空间 只有拿到石子 攻击才会停 此刻你的生死 已与我无患 不行 这飞天越来越密了 难道我没石头 哪有空隙可以动 越来越密集了 快速度冲过去 受伤无法避免了 不然真的会死 冲 公子 你上次传小夜的 便是八苦神宫中的生死二绝 不错 体验死亡 渴望生 突破生死双关 以后再以太野坟金术辅佐 便可为他打下基础 死 可是最后一天 在伸伸别强之前 我还不能死 对生的渴望 将身体感官发挥到极致 小夜看来顺利突破了生关 隋风 回趟天理殿 把那东西拿过来 好 我难道又死了 活着 今天到此为止 就这么结束了 不该秦家苦练吗 没必要 宗主 你总算回来了 青云山 是何反应 你是否答应来源 又提什么要求 再有几天 可就是与玄音宗大比了 青云山 青云山这座山都被推平了 青云山被推平了 你开什么玩笑 那么大座青云山 夜长老 宗主 第一次绝无半句续言 整座群山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好像 从来都不存在一样 好自太上长老已经出关 对玄音宗有所质重 但他前去禁地后 就一直未回啊 难道真要 立天元教导出的弟子 我心目中才有一丝希望 让下长老 把那枚五转仙丹交出来吧 小叶今天跟着爹爹 行脸的怎么样 我是不是马上就能 咻咻的飞来飞去啊 对于你 其实小叶的心结才是最重的 给他点时间 不凡 不凡 你终于回来了 这几天跑哪儿去了 喝酒去了呗 玉暖 帮我去弄碗醒酒汤来 嗯 叶寒 你照顾下你爹 我过去一下 爹 坐下 外公 叶寒 这俩小鬼就是你生的仔啊 我这个老的 为人暗算 静脉全毁 你这个小的 又是肝骨缺尸之症 还有你 修为被封 废人一个 我们这一下 还真是绝配 从老到小的 都是废物 哈哈哈 不凡 这里 有一枚五转仙丹 你扶下吧 或许能治好 没用的 下手之人极其很多 我浑身经脉不止全毁 还被抽走了大半 爹 醒酒汤 有什么 我清醒的很 听说和玄音宗的大比 要开始了 照我说呀 赶紧投降便入玄音宗算了 你们怎么可能是玄音宗的对手 真的 没用吗 没有用 新死的人 怎么样都救我 哈哈哈 你说的对 就我这样的家伙 死了对大家才好 你这个样子 确实不如此了 清脉全毁又怎么样 你现在是走不了路 还是做不了饭 一点挫折就自愿自爱 害你的凶手找到了吗 你的脑子有被人走坏吗 你还有着那么多年的修炼经验 你可为你的女儿 指点过哪怕一回修炼上的问题 你教导过心目宗任何一个弟子吗 我 我 我曾经也背负这振兴宗闻的宏远 但是我 活着除了给家人添堵 浪费粮食外 你还做了什么 李天人 你不要说了 你们迁就他 我不会 你只想着你自己 有想过你的妻女儿 你这个自私的孬庄 哼哼 不过这一点 我也没有资格说你 我出去一趟 师兄 真的要去讨药那枚乌传仙丹吗 这是宗主命令 夏长老难道还敢不尊吗 当着好歹是那个师不凡家 他当年可是一人一箭盗瓶魔宗 杀得魔教人也麻烦 更是创造无数神话之人 他现在就是一个废人 不用管他 魂 你是什么东西 魂看 我们是来向夏长老套有五转仙丹的 师兄师兄 他是清静的首席弟子 就是你抢了王鹏师兄的首席弟子外 我这就替王鹏师兄教训你 魂 多说一个字 就折腾 这是宗主令 你敢发干吗 我的手指 那又怎样 公子 这是按照你的要求 用那俩铜锤为小叶打造的兵器 不过公子 小叶到底没有天脉魂骨 哪怕突破了生死关 但真理无法周身运转 终究 我最有妨的 这是 从那个张瞳身上挖来的天脉魂骨 公子 原来你是准备 让小叶构建外部的真理通道 踏日寻回自己的天脉魂骨 若是气息合适 这兵器 只怕也会晋极为有灵智的仙气 这天脉魂骨虽不是雪叶 但也算得上上次 铸成雪叶的半身兵器 倒也不合适 公子 他们也到了 关系鬼差 不知两位鬼差大侠光灵 有何吩咐 那还有什么事啊 那那块玉还要问吗 走下流程 两位鬼差大人可有什么难言之意 这次来 需要你在心目中 寻得这样东西 齐天聚 好 嗯 又好像叫星辰玉来着 反正你就照着画像找吧 鬼差大人 目前星目宗有一劫 玄云宗无日便会来死 届时星目宗必定被吞并 还请两位大人相助化解危机 这样也能确保得到宝物 不然就有被玄云宗抢驱的可能 无增麻烦 行行行 帮你摆平啊 多谢鬼仙大人 残鬼 你为什么答应他 我们真要帮忙 厉鬼在呢 我管得星目宗洪水滔天 我们先想想 怎么过恶鬼这关吧 也是 真是阎王打架 祸及小鬼啊 真如公子所说 是的 公子 要顺手解决他吗 星目宗的叛徒 还是交给星目宗门人自己解决吧 不烦 不烦 还不睡啊 君仪 我习惯了赞誉 但突然之间 所有的称赞全部消失 都变成了可惜与鄙夷 我受不了 只有喝酒才能麻痹自己 那小子说的没错 一点挫折而已 我至少还活着 脑子还能动 君仪 这么多年 家里都靠你撑着 我一点责任都没付 对不起 我等你醒来这一刻 等的太久了 爹 你怎么 也该熟悉熟悉 真分下精神了 今天以后 酒也该戒了 也是这小子点醒了我 颜寒 玉暖 这是我连夜编写的修炼心得 以后修炼上有什么不明白的 都可以来问我 爹 其实我觉得我有姐夫的指导就够了 我果然是个废物 爹 你的心血 我会好好收着的 爹父 喝茶吧 我破死的经脉 全好啊 这杯茶 是这杯茶 饭草之恩 情恕施不凡一败 哪有您贵我的 不过 你若想真正重生 依旧不可谢的 你刚恢复经脉 还得适应一段时间 按着上面的指示修炼 可快速帮助你适应 你先低调调眼 等到差不多时 扶下那枚五转仙丹 你就能恢复到 巅峰状态 玉暄 真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不用谢 五天后 还有一份大礼送你 大礼 你毁经脉之仇 不报啊 你知道是谁害我 等着吧 他自己会跳出来 不凡 太好了 天元 你过来想 天元 小叶的天脉魂骨 在他被张瑞抓走前 还是完好的状态 那是我已经在为离开 西木宗做准备 特意检查过孩子的身体 也就是说 雪叶是在被抓期间 被人挖去了天脉魂骨 只有这个时间节点 不过小知和小叶一直在一起 他们两个却完全不知情 小叶甚至连自己天脉魂骨缺尸都不知道 动手之人 不局深远 不仅瞒骗了张瞳与九云上宗 而且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完成了这一切 目前可以肯定此人 或此组织 与九云上宗必然有一定联系 或许 该提早一波了 你说会不会是她 毕竟小叶 也算得上是她的后人 若真是她 她还少了事呢 今日开始 磁简不离身 好重 你 先用这套功法打基础 好神奇啊 我突然感觉这铜简 仿佛是我手脚一般 虽然 还是很重 好生修炼 你干什么 助你修炼 修炼功法 不该像他们一样吗 你不同 可恶 她真的不是在玩我吗 宋主 宋主 那个丽田园不存宋主令 还不用分说就折断了我十根手指 你一定要为弟子做主啊 其有此理 宋主 我现在就集结门内精英 将丽田园拿下 慢着 跟上去 周天慈 西木宗如今乱局 你宗主之位 注定保不住了 看看往后 还有谁 会把你的命令当鬼事 当真是从未有过的书爽 看来这李田园给我的功法 确实非同凡下 李田园 李田园 可上你看不起我 今天我便召集精英弟子 为杀你 李田园 押忍 hvis兄 李田园 李田园 可上你看不起我 今天我便召集精英弟子 为杀你 李田园 王冯师兄 住手 不是吧 王衡被马云一掌推开了 他俩可只差了一个境界呀 什么大意了 我居然击退了王衡 难怪之前没选他了 确实不满呀 徒有其表 说到底 当上手机弟子 还不是靠他舒服夜景张老 我召集你们是来脚手跟的吗 就是连着仅仅跟李天元修炼两天的马员 我都拿不下 就可不得不混熟悉弟子的席位了 想不到丽宝丸居然会用在他身上 先打费你 再杀了李天元 给我死 好重的攻击 怎么一下子强这么多 当我死亡 依旧能硬活 这不可能 马员的境界比我低 我还吃了力包玩 怎么可能被他打败 居然打败了王衡 可是我的境界并没有提升啊 多谢恩师教导 想到他境界交了两天 就能让人脱胎换骨 太邪了 境界是衡量强弱的一种方式 但不是绝对 我只是应了教导你们五日的交换条件 我们之间不存在师徒名分 刚刚马员所展现的气息 怎么有点类似太野焚心术 但又不像啊 李天元 你难道将太野焚心术交给了马员 我根据他的情况 重新修改了 别人脸没有他这种效果 你卷将本宗秘书传出去 你好大的胆子 他是心目中的 没错吧 那有什么不能学的 就是你们这种 教什么都藏一手 才会一代不如一代 功法只是功法 强于否 只看恶人 可恶 李天元你这个混蛋 不但抢了我熟悉弟子的位置 还教马员总能秘书 让我在众人面前颜面扫地 真是只凡人的苍蝇 还杀害我弟弟 给予你不死不休 那就死吧 你难道杀了王恒 你难道杀了王恒 他不是要和我不死不休吗 这不我满足了他的愿望 混蛋你 我现在越来越没内心了 多说一句话 多断意 你 利天元 你说的并非全无道理 但你也不能将本宗 至高功法随意传出去 你是不是太不把 我这新牧宗宗主放在眼里 你也不过就剩几天的性命而已了 好好珍惜吧 还有 不要打那枚不可千单的人 谁去 谁就是下一个王恒 我就剩几天性命 我看是你活不久了 你且等着 有你背的时候 来了 玄英宗 玄英宗几乎全员出动呢 连玄英宗宗主都来了 吞并新牧宗之心 昭然可知 想不到本次弟子间的切磋 古宗主还亲自前来 你西牧宗不是扬言要我 玄英宗全宗出动吗 不是想将我玄英宗赶尽杀绝吗 如此即使 古兽天之修为 已然是圣皇境初劫了 看看这些家伙 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天和 不要掉以轻心 西牧宗有个极其厉害的家伙 杀害我两个同军师宗 甚至破了我的琢磨剑阵 你个定侯境 外加师尊给的各种法宝 甚至还有皮罗兽 却连个西牧宗都压不下 对这么一帮人打退 如今还少了只手 你还配合我齐名吗 我今后一定会学习 整个西牧宗的 周宗主 我们也不用继续客套了 冒犯我玄英宗 就只有死路一条 除非西牧宗 成为我玄英宗分舵 大家就是一家人 西牧宗交出资源 我便既往不咎 否则 人挺齐啊 就是那个家伙 就是他杀了我两个同军师祖 不是要比试吗 赶紧开始吧 也不用一个个打了 就你吧 出来战一场 人挺齐啊 就是那个家伙 就是他杀了我两个同军师祖 不是要比试吗 赶紧开始吧 也不用一个个打了 就你吧 出来战一场 我还以为打败你的是什么人 原来是个傻子 居然想直接挑战师尊 宗主息怒啊 冒犯玄英宗 这都是历天愿一人所为 所有的事也都是他惹出来的 难怪西牧宗这么能了 原来是交出了高毒啊 能不能别废话了 赶紧打 你小子狂不了多久了 我师尊出手 一根手指头就能 先忍忍吧 现在动手 把其他人吓到了 比试打不成 也可惜 师尊 这西牧宗何其猖狂 这让我这不成才的弟子 来称之场面 会会这人狂狂 去吧 吞闭西牧宗前 杀上他们的七爷 是你先上 还是比试弟子一起上啊 君王敬 也凑合吧 上吧 开什么玩笑 让这个小鬼上去 这不瞎胡闹吗 他有这个势力吗 就让他打 你真是太有意思了 一个小孩子 你居然让一个小孩子和我打 如果压制到相同境界 你不一定能占过他 好啊 我今天就趋增降贵 陪你们玩玩 你在开什么玩笑 一个刚入托帆境的小鬼来做我对手 我还以为这小鬼有多强呢 就真 小鬼 我今天就压制到和你一般的境界与你一战 别说我欺负你 你要是同境界下打败我我照样认输 不会吧 这个小鬼入托帆境了 这才几天啊 我当初迈入托帆境 可是用了关一年的时间啊 小燕加油 打败他 那个就是你说的仙灵之体 就是他 我的神通之夜不会看错 好啊 夺了这小丫头的仙灵之体 我必有望成为大帝 小鬼 卷通席 先发制人 敌人造一只 全力以击 小鬼手中的铜锦 什么来的 打到我身上 啊 动作有点慢啊 进攻 每日由公子高强的稳招 加持八股神宫中的升爵 小燕的感官已然超越常人 加持修为的天河公子 是打不中小燕的 小小鬼 怎么老是打我又别伤 随着伤口打 越打越痛 对方没有伤口呢 没有伤口 那就想办法制作 烧 通得修为下 我居然 我难道真不是他的对手 小鬼 血血入体 一动之劲 一动之劲 君王劲 想不到天河公子居然达到了君王劲 他才三十出头啊 将来他弟弟能成就大帝之劲 交动天下风云 我心目总 可能真的只有当年的师父凡师兄 才能预知一跳 你耍赖 天河公子 不是说好压制修为吗 你如今爆发 怎能如此不守承诺 就是啊 对 没错没错 没错没错 偷偷给我闭嘴 耍赖医 不要脸 你根本打不过小燕 死丫头 啊 你想保护他 那我就当着你的面 叶化他的先灵之体 给我滚 你很弱 但你将修为集中一点爆发 未必挡不了强者的攻击 你重一点 你重一点